上半週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心理嘉賓是來自耀才精血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華華豪先生Rafi 你好 有事想問,可以把握機會打電話和傳電話給我們 事不宜遲,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陳小靖 你好,想問是甚麼顧粉 我想問那隻一百一百,我買了之後 跌跌得快,好像沒有移動過 那是多少錢買的? 多少錢買?11.56 好,11.56,都是近期的水位買的 問一下Rafi意見,自從你見到去年9月升上來之後 股價都浮河沉沉,逐步下跌的感覺 現在買了,11.5元左右買,現在的部署呢? 如果11.5元都買,雖然買了之後 不斷有些下市的情況出現 但可以說好就好在你買的價格不算太高 即是11.5元都是跟現在差不多的價位 未至於是13元、14元左右購買 雖然我覺得操作上是比較容易一些,或者沒有那麼大風險 但如果真的有什麼因素令招金這陣子做得比較壞 或者有什麼因素這樣走下來 其實明顯是跟金價有少關係 因為剛才在這次提到的 自從去年9月份到,招金是衝高過一輪 當時受災的QE3帶動之後 有個不錯的表現 但之後本來金價其實是乏力的 由第四季打案開始到這一季 其實都叫做不斷浮沉沉 或者近期都在低位去試 即是不是有太大的一個支持在這裏 所以反過來看 金價沒有太多的支持 令到招金方面也會比較頑微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樣不是太看金價 接下來怎樣有幫助性 反而來說就是看回技術面 如果以招金的技術情況上看 其實叫做一般一點 因為從剛才說到的 9月衝高完之後 其實不斷有個明顯的下降軌是出來了 現在下面的支持位 大概就11元左右 上面就示範大約12.3元左右 所以我覺得可以叫現在看回兩個位置 下面的初步指示位放11元 如果穿得的話 考慮去減包我的走貨 上面的話 如果不穿 再上去 以大約12.3元左右 做一個初步目標價 陳小姐好嗎 好,謝謝你 謝謝你 再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邱小姐 是的,主席 阿菲早晨 我想請問你那隻海通證券 目前在12個白鷺入了 我想請問Rafi 他過年前有沒有機會去到14元 因為我打算 枯了那些過年 有沒有可能呢 好,你見到那些中資犬雙股 今天表現都不錯的 問一下Rafi 過年前有沒有機會再上高一些的水位呢 我覺得可能性是有的 看到這一層 其實整體都叫做走得不錯的海通證券 雖然當中無論港股也好 或者內地市也好 都曾經反覆過 海通證券都落過去大概12.5元左右 但是之後都很快 反爛上來的 其實如果你以形態上看 其實這一層 仍然固著區隔 就是剛才說到的 下面是12.5元 其實兩次試過都穿不下 上面來說14元左右 正正是之前自己看的一個目標價左右 所以我覺得現在差很多錢的 其實我都可以等它這兩天 看看有沒有機會到得到 但是這樣說 機會我覺得是比較大 因為始終現在市的氣氛 又再慢慢傳認一些 或者甚至這樣看 始終海通證券都不是很受外為方便歌 即是叫股市影響 反而看回內地市怎麼走 直到這一刻算 內地市雖然昨天港股有大跌 外圍有大跌 但是內地市都叫做站得挺穩的 所以變相回來看 海通也有個不錯的支持在這裏 所以只要農曆年齡之前 譬如未來這一兩天 內地市沒有說出現一個逆轉 大跌的時候 我也很相信海通有機會試一試 大概14元左右 我覺得如果想安心那一年 去到叫下了袋先的 或者一個不錯的年下了袋先的 都可以 過完之後的 回來如果有機會下低些位置 才再買回 好嗎?一小姐 問到Wafi一樣 他跟那隻6030中信職業一起走 以你的看法 例如我當時沽了之後 我應該入哪隻會好一點呢? 即是你意思是沽了就是海通 例如我沽了這隻 說入6837好 可以入6030會好一點呢? 好 那6837好一點 還是6030會好一點呢?Wafi 如果沽了之後呢? 其實 說真的 兩隻都可以說看得不錯 因為自己之前在前瞻都說過這個版法 今年看法比較浪貫 主要來地股市的看法比較好 但如果有兩隻比較細小小的分別來講 哪隻比較可取一些呢? 那我仍然都會堅持或者建議 都是海通會比較清新一點點 那雖然以市佔率 或者龍頭位置上看 好像中信證券比較大一點點 那為什麼我選海通呢? 因為始終不斷強調的就是 我們的市仍然是八成散為主導的 如果大家願意入市 變相的市會比較好 而你說散為入市的時候 自然對一些叫經紀業務 等等有個不錯的用金收入的幫助 那如果以這一部分來看 其實海通的佔比 就是整間公司佔比來看 是較中信證券為之大的 反而中信IPO方面比較多一點點 那以我佔比上看 以經紀業務 海通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如果接下來這樣看 受惠性 那我相信海通會比較明顯一點 是的好嗎? Yu市長 阿拉斯我再問一句 我昨天是人報 我入了4、5號半 它有機會去到5元或以上 我長渣是沒有問題的 嗯 嗯 是的 那長渣 其實說了很多次 淫保長渣一定沒有問題 絕對是 其實昨天都幾個建議過 可以說 如果你真的肯去長渣的時候 昨天那些價錢都叫入 其實不是一個太差的選擇 那今天現在都有一個輕微少少的利用在手 雖然就不是太多 但是剛才說到的肯長渣 我相信今年裏面 見多次5元或4.96樓上這邊位 都不是一個太意外的走法 不斷行的 只要下面 你說不穿4.2 4.1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是的 多謝阿Yu市長的電話 再聽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 新豪200 是 200 我沒有課 我想問現在 因為今天跌了很多 任何得過 其實現在 那 豪賭股 之前那次都有人問過 大家都知道 中央方面想縮貪窗簾 亦都將會要求 在過完年之後 要求澳門政府修緊整頓 踏馬仔中間人的業務 所以幾種的豪賭全部都急跌了下來 包括新豪國際 現在是6.1% 12.2% 你覺得這個跌勢完整 即原微會不會再跌多些 我覺得暫時都避一避才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我覺得 沒錯 達馬仔這個消息 其實之前都炒過 甚至最終是怎樣去做 或者是否真的成事 或者是否影響了多大 這一刻說真的 真的沒有人知道 或者可以說不是太過 有太多資料去知道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很多估計跌 會有跌過籠 或者怎樣 我覺得某程度上 有些少許會跌下來 但主要是否跌過籠 有待未來 新年之後 或者這個消息 再報公佈 但是為什麼說生蠔方面 雖然自己都覺得 這件事未明朗 但是為什麼都說生蠔這一刻 不要考慮著 因為反而我多關注 就是用技術走勢去看 因為以回生蠔這一刻的走勢來說 是比較叫做弱的 因為近期你記得到 衝完高之後 連續三支大陰燭下來 形態上三隻烏鴉之餘 更加一個烏鴉成家 會不斷向上飆 所以都意味著 接下來還有個下市壓力 所以反而我現在想試也好 下回大概可能有機會 十一元邊度這位置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鬧一鬧 到時來講 再駁回一點水位向上 是的 好嗎?陳先生 好,謝謝 多謝你的電話 也謝謝Rafi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又和Rafi 跟大家講解一下 今天港股上半週的整體表現 跟著內地本日收市的表現 鄉山市所最新升近122點 23270點 而主辦成家暫時有354億 一休息一會 稍後那節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